大家好 2020年12月18日 第六部视频 今天美国动作很多 我们一个一个的说 先说一个 这个比较突发的 这个美国FBI 突然逮捕了Zoo公司的高管 这个Zoo公司呢 是一家视频会议公司 它是由华人创立 说是国际公司吧 也不是 说是私人公司吧 好像是 但是呢 它涉及的领域非常敏感 在这个视频会议领域呢 是属于现在全球 科技含量最高 使用量最大的一家公司 现在国际交往 很多人 不要说疫情了 疫情前也是 很多人可能不需要见面 总公司和分公司 或者是合作伙伴之间 进行商业会谈 很多都是通过视频会议 而Zoo公司呢 就是提供相应的 这个视频会议软件 你公司装一个 他公司装一个 就可以进行视频会议 非常流畅 这个便捷 现在随着疫情的爆发 这个Zoo公司的业务 更是蒸蒸日上 因为大家这个旅行也不方便 同时还担心在一个会议室 相互传染 所以呢 都用这个公司的软件 以前呢 就有声音说是Zoo公司 有可能受到中共的这个操控 涉及到这个 肯定涉及到进网行动 因为它是网络的 涉及到这个会议的内容啊 参与者呀 还有这个视频资讯呀 等等 涉及到公司的商业秘密啊 这个很让人不放心 因为美国现在对中国 所中共政府 或者是有可能被中共政府控制的公司 都充满了深深的这种忧虑和怀疑 当时就有人说这个公司 Zoo呢 然后呢 把这个说是一家国际化公司 根植于美国 也发展于美国 同时数据库放在美国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今天忽然高管被逮捕了 说是这个叫中国籍的 叫金姓 姓金 这个高管呢 涉嫌在今年六月份 五月份的时候 网上有这么一个 纪念天安门六四事件的 纪念的一个视频会议 这个会议呢 就被Zoo公司这个高管 给破坏了 是不是忽然断线啊 或者是这个没有声音啊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情景 就是这个纪念会议 网上视频会议 今年六四的 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会议 被破坏掉了 这样现在美国FBI 已经查到了 是Zoo公司 他的这个金姓高管 是他在作祟 他人工操纵 Zoo这个软件 把这个会议给搞黄的 他有可能被判 十年以上的监禁 并且由此我们可以说 他既然可以破坏这个会议 FBI也是深切怀疑 他对这个全球 使用Zoo公司视频 软件进行视频会议的 所有参与者的信息 商业机密 等等等等 可能都已经泄露给中共政权 那他的被捕和六四视频 会议被破坏 应该只是一个起点 后面看Zoo公司 是整个公司受中共操控 以公司的这个名义 来进行这种窃取商业机密 窃取个人隐私 还是只是这一个高管 参与的这一个问题 我们看看盖子打开之后 会是有什么结果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有一个屠龙行动 美国商务部开展屠龙行动 将中国大疆中心等77家 实体全部上了黑名单 包括北京工业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科技大学等等等等 好多科研院所与高校 其中大疆我们知道 是民运无人机的撬除 市场占有率非常之高 而且他的这个竞争能力很强 科技含量非常高 几乎无人能和他进行竞争 如果说反垄断的话 他可以算是一个目标公司 当然中共不会反他的垄断 这暂时没有听到 他和中共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 中共希望他能垄断 希望他能垄断全球 如果他要是听话的话 那会大力支持 当时就感觉大疆有一些危险 有一些会被限制 他如果要是存在猫腻的话 天空中在美国这个无人机的市场占有率 大概在百分之六七十吧 都是大疆的无人机 没有无人机啊 那这样的话 他在美国天空飞行所过的地方 是否真的受操控者 这个机主的操控 是否拍了一些不该拍的 是否传了一些不该传的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他被控了 中心 我们昨天刚报了一个新闻 我在昨天视频说 谈到了这个中心 讲上亿 来 把这个带领中心 从四五代产品 从这个二十多纳米 一直现在进行到七纳米 七纳米马上进行这个风险生产了 试生产了 进行了这一步 下一步就该风险试生产 没有问题的话 就该放量试生产 再一个就该放量正式供货 马上就是 可以进行这个 占到几乎是第一梯队了 第二梯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如果说第一梯队是第一 只有一名的话 那进不了第一梯队 那就是 还是这个 这个叫台积电 他进入第二梯队是没什么问题 应该是可以比肩三星了 这个梁梦松做了如此的贡献 这个果子即将成熟的时候 讲上亿忽然来了 而且还不告诉这个梁梦松 我们昨天新闻 播完之后 今天我考虑了一下 这个有可能 就是让蒋上亿来 知道蒋上亿和压制过梁梦松 逼迫梁梦松离开了这个台积电 被迫出走三星 知道他们有这么个梁子 还不通知梁梦松 把蒋上亿忽然安排成 又成为梁梦松的上级 那梁梦松本来性格刚毅 他肯定不会忍 这其实呢 换一个角度讲 就是一步棋 就是把蒋上亿弄来 就是要排挤走梁梦松 我不知道是这个他们内部 内斗 来走的这一招旗呢 逼梁梦松走呢 还是得到了科技部 中共政府的这个受益 来采取这个步骤 逼梁梦松走 这个咱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中共什么奇思怪招都有 很多反逻辑反正常的行为也会有 在中芯国际走到如此关键的时候 梁梦松被逼出走 值得人玩味 我们再跳回这个新闻 继续说 这一下又制裁了中国77家公司 再加上原来制裁的三四十家 那中国在美国科技领域 在网络领域重要的公司 几乎都囊括进来了 川普政府在离任之前 大打出手 让人高呼痛快 川普既出了恶气 同时更禁了自己总统的这个 义务吧 他应该这么去做 同时也为拜登 接任之后 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局 一个非常好的政治遗产 拜登是进可攻退可守 甚至也可以拿一些被制裁的公司 作为和中共进行交易的筹码 这个交易筹码 我不是像那种 这个一些阴谋论说的是 拜登个人的 我觉得不应该污蔑拜登总统 这我就是说是出于美国国家利益 作为和中国中共斗争的一种策略 可以作为一种交易的这种筹码 是这么个意思 这两则新闻播完了 第三则新闻是一个小批谣 这个是那些爱造谣的人 应该是欢呼缺约的一个新闻 什么呢 忽然爆出来 美国一个小媒体爆出来 这个代理官方部长米勒 忽然下令 五角大楼范围 在五角大楼范围内 停止过度合作 就是说在美国军事领域 五角大楼范围之内 停止继续向拜登团队 过度交接政权内容 军事方面的内容 这个新闻爆出来呢 震惊了国防部官员等等 这也有这么一则谣言出来了 其实呢很快 美国五角大楼米勒就进行了辟谣 米勒说这个是曲解 停止过度呢 跟川普总统授权无关 是他的个人命令 命令呢是因为 要暂时过 暂时停止一下 然后换一个人 换一个过度团队的人 继续进行过度 同时呢 还有可能呢 过两天还会停止过度 是因为要过圣诞节了 所以在这儿 劝那些无风寒星三尺浪的 这个没事嘴歪着乱造谣的那些自媒体 或者是那些媒体 不要再造这种谣了 好了 把这个辟谣再给大家报一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